無線處境劇《我回家之開心速遞》 又2017年播出至今已突破1800集 現正邁向1900集 不僅成為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劇 如今更是TVB的王牌劇集 可能許多觀眾都不知 其實這部劇最初是定拍180集就收工 但想不到一直添食播出將近5年 到現在足足拍了1800多集 最近有傳聞指 《我回家之》將在5個月內迎來大結告 吸引了不少觀眾關注 翻查相關資料顯示 《我回家》目前暫定為2000集 但網民認為劇情至今仍未見到有收尾的跡象 那究竟堅定留價? 有記者聯絡上劇集監製林建祥查詢事件 他以兩個字回覆表示未完否定傳聞 林建祥更直言 劇組從未講過何時營利最終章 不過有部分網民認為應該見好就收 事關劇中已經陸續有不少主要演員 近年選擇離家另有發展 又說整部劇組已經變了未 有人建議不如就在2000集迎來圓滿結告 然後再開拍另一套新的處境劇會更加好 你們覺得呢?